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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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资金的投入 还是无数个日夜为建坊所付出的辛劳 都足以证明那片土地对它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回去继续建造房子无疑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 能够让之前的努力不至于付诸东流 然而康特也清楚地知道 阿祖法心中有着诸多顾虑 首当其冲的便是经济问题 阿祖法目前手头戒居 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在山里的这段时间 他的生活还需要依靠摄影师和老者的阶级 才能维持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独自承担起建造一座大房子的费用 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望着那天 曾经充满希望 如今却又显得遥不可及的土地 满心都是无力感 而另一个让阿祖法担忧的关键因素 则是康特妈妈 尽管那块地皮如今已不再属于他 但以康特妈妈的性格 必然不会轻易放过此事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人 这次在土地交易上吃了大亏 肯定会将矛头指向老者 甚至会牵目于 想要在土地上建防的阿祖法 阿祖法只要一想到 要再次面对康特妈妈 无休止的吵闹与纷争 就感到头皮发麻 他曾经在与康特妈妈的相处中 受尽了折磨 那种鸡飞狗跳的生活 让他心生恐惧 他实在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 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日子里 哪怕那片土地 是他梦寐以求的家园 阿祖法如今在大山里的生活 虽然平淡 却也有着别样的温暖 他不再像以前那般孤苦伶仃 哥哥嫂子的陪伴 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还有那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们 他们的欢声笑语 如同阳光般洒在阿祖法的心田 山里的小屋 虽然比不上城里的房子宽敞豪华 但他是哥哥辛苦建造起来的 承载着家人之间深厚的情感 要让阿祖法离开这个充满爱的地方 重新回到城里 去面对未知的挑战与麻烦 他的内心是万分不舍的 而且阿祖法也明白 哥哥嫂子有着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他们不可能跟随自己到城里去生活 自己一直住在妹妹家 也不合常理 康克这边 同样也是顾虑重重 老者为了购买土地 花费了巨额资金 他和阿祖法 若是就这样西安里得的直接去盖房 与情与礼都有些说不过去 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 既想实现建房的梦想 又不想辜负老者的一番好意 更不想再次陷入家庭的纷争之中 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才能找到一个平衡各方利益与情感的最佳方案 而此刻的康克还不知道哥哥嫂子即将离开山里的消息 倘若他知晓了这一情况 必定会第一时间前往阿祖法那里 在他的心中 只要阿祖法的哥哥不在 他住过去似乎就少了许多阻碍 一直以来 康特都对阿祖法的哥哥心存隔阂 总觉得阿祖法做事情若是不成功 背后一定是他哥哥在暗中释坏 这种误解与偏见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与阿祖法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对于建房仪式的决策 如今 康克与阿祖法究竟会不会克服重重困难 回到那片土地上建造房子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他们如同站在命运的岔路口 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未来的生活走向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 只能静静地拭目以待 期待他们能够在权衡利弊之后 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走向属于他们的幸福与安宁之路 无论是选择回归土地 重建家园 还是继续留在大山里 守护现有的平静生活 都将是他们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将书写出不同的故事篇章 再次准备一步 再次准备一步 除了充满